懂计划各种生活,大家好,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我们的Posta,吉星 这个是我车,这个是我们自己卖的车 我拥有这台车,我也卖这个车 所以我应该是稍微有点发言权了 我目前这台车是行驶了3000多公里 然后这个吉星的各种用车的状态 包括它驾驶性能,我现在非常非常了解了 好,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这两台车有没有区别 目前市场上所有在卖的吉星 除了吉星的空间卖的车,是最近生产车 外面所有卖的车都是库存 像这台车是21年10月份产的,它已经算比较新的了 我这台是在上个月月底上排的 它是20年8月份的车,所以库存两年了 当然库存两年的车和库存一年的车有没有影响呢 目前我开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电车是看你的充电充放次数来看它的寿命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两台车的外观 首先这边我介绍一下我这台车 我这台车是2020款的首发版本 指导价是41万8千元 没有选套件,它有两个套件 一个是20寸的大轮骨 还有一个是欧林斯避震的4万2千块钱的性能套件 这两个套件我没有选,为什么它家没有那个车 就算有的话我也不太会选,为什么呢 价格有点高,我这台车是20万9千 拿下的最后一天上排 所以说它会比较便宜 如果你过了那天,不好意思 这个车就不能以新车的模式来销售了 只能以二手车的模式 所以说我把它拿下来这么便宜 是因为在这里出现的 外观这个颜色叫雷霆灰 但我身边这台车呢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在卖的这个车型 这个就是白色 这两台车有啥区别 我那台是顶配,相当于顶配来说 这个车是指导价25万7千8的标配 加了一个3万块钱豪华套件的选装包 可以从前面来看 首先是在这里,它没有大灯清醒 我这个是带随动转向的 所以它里面这个灯是有区别的 而这个它就没有是一个普通的LED大灯 好,前面再往下看 我有雾灯,它没有雾灯 前面就是这么多的区别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 它的logo是跟它的车身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是选择3万块钱性能套件的 那个选装包 上面是一块大铁皮 它是没有天窗 但是选择豪华套件的 它全面,上面全部都是这个天幕 不可打开的天幕 但天幕这个东西呢 不是个好东西 特别在那么热的夏天 对吧 由于这两台车 虽然说有顶配和低配之分 但是轮胎轮毂都是一模一样的 款式 对吧,都是一样的 然后轮胎也是米其林的PS4的轮胎 这个都没有区别 防蹭条 有人说这个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另外一回事 这个呢是比较经济性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靠车身最外延 最容易碰擦的地方 一旦你这里碰擦了以后啊 如果你是这个地方 需要碰击吧 对吧 比较麻烦 如果你这个地方碰伤了以后 拿沙子一打 它就好了 而且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就是让你这么去用的 像一些车型像 沃尔沃的V60的Cross Country V90的Cross Country 都是这么一个造型啊 所以说设计当初也是这个必要 你看它这边延伸下来 是吧 底下特别被石子啊 容易磕碰到 所以说用这个东西是比较 省成本的一种方式 急心去认识它的车的身份 在哪里看来 就在它的左右车门的下方 在这个地方 它是多少度电的 它会给你显示 像我们这台这个标准续航的 485公里续航的车 它是64度的电池 165的电机 像我这个车呢 它是四驱的 电池比较大 71度电 然后300千瓦 它是双电机 所以它的身份就被标识在这里 不会被标识在它的尾部 然后再看上面 很漂亮 这个无边框的反光镜啊 是它最大一个卖点 不管你是什么配置 它都有给你 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 你像门把手 隐藏是门把手 那玩意儿真的好用吗 好看啊 不好看 我是不会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只考虑第一位实不实用 很方便 就是这个优点 我是加装一个沃尔沃的行李架 这个是沃尔沃的S60上面 直接拿过来的货 然后稍微加工一下 装起来 看到没有 非常粗壮的这个顶角 外面是一个金属材质 然后包了层胶 做工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拓乐帮沃尔沃代工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两个定位孔 只有拓乐的行李架可以装上 四个门的门把手都是带有无钥匙进入功能的 刚刚我不小心碰到了 所以导致它的车门锁起来了 这个车呢 左右两边各有充电口 来看一下 在右边它是一个快冲口 在左边它是一个慢冲口 有六个雷达 带有倒车 紧急制动功能 像这个东西 像这个后面停车位这个比较高 我经常会倒过来 它啪一下就帮我杀住了 安全是非常安全 但有时候它会吓你 有时候它会误判 就是这个东西不太好 太灵敏了 安全性能太灵敏了 所以说不是特别棒 虽然说是个轿车 快捷车在于什么 它是一个仙背车 仙背车的开口很大 我现在把这个拿掉 把它的隔板拿掉以后 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开口 对吧 还有盖板 如果你有东西在里面滚来滚去 你可以利用这个盖板 把它进行分体式隔离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储物槽 下面还是可以放一些东西的 所以说这个车的空间利用率还是不错 你以为它的空间就这么大吗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话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装不下呢 它的后排确实不太好 乘坐空间有点小 但是它的载物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像这个方向盘 很熟悉是吧 如果把这个地方盖掉 你知道什么 它就是用的沃尔沃的原装的方向盘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沃尔沃的 包括这个屏幕 对吧 这个车门的拉手 一反光镜 所有东西都跟我共享配件是吧 那说到这个内饰了 这个内饰呢是很受争议的 有人一坐进来说 你这个车内饰怎么这么的差 其实这个内饰呢不是差 它是一种环保啊 健康的一种材质 所以说它给你用这种风格 如果是皮 如果是塑料 它都需要抹胶 抹胶的话 它就会有味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它上面用的 你看 它是一个糖素的 那个仪表台 然后到下面呢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布 这个地方 它是木头 然后到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塑料 这个塑料是特殊处理的 这个塑料是 外面再包了一层 这个环保布 稍微有点软性材质 但是呢 它在这里面的收边没有收好 会拿手啊 会有些尖锐的拿手 所以人家一坐上来 就觉得这个车内饰很差啊 主要是在这里表现 如果厂家能把这个地方 做的好一点啊 就会非常非常好了 人家也会能接受你这个风格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座椅啊 座椅这个 它不是布 也不是皮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潜水员的 潜水服的一种材质 如果我把这个 咖啡啊 后可乐直接倒上去 我现在抹布一擦 它是不吸水的 所以说这个材质呢 又透气又耐磨 最早你去看 沃尔沃的那个 进口到中国的卡车上面 用的全部都是这种座椅 我是第一次在卡车上 建的座椅 然后后来我在乘用车上 也发现这种座椅 这座椅 目前我用下来 觉得比皮好 不是那么烫 你看 座椅 还有腿拖 你看了没有 黑色座椅的车啊 就会特别特别脏 如果是灰色 像我隔壁那台 它是一个叫板炎灰的颜色 基本上就 如果有灰的话 也不是特别能看见的 待会就把它清理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特别是留灰尘的 说一下 你看 现在是不是很干净啊 如果我拿手往上蹭一下 看见没有 就会有点脏了啊 所以说经常这个东西 需要用毛巾这样去擦 擦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比较耐用啊 这边放下 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个小特点 它有个小挂钩 如果需要的话 把它拿出来 如果不需要的话 把它折进去 是不是比较棒 对吧 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凹槽 左右 各有一个 我这边的话 我是放一些钥匙啊 或者钱包 因为有时候 我是喜欢把钥匙 钱包放在这个 门的挡板里 但是门的挡板 你经常开 它有可能会掉到车外去 你不注意 像这个它就比较好 你放在这里 内侧 它如果掉的话 也是在掉到车内的 我这边我就放钥匙和钱包 像这边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个 抹布啊 给它 折好 平常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需要擦的话 就拿出来用一下 储物空间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给我们喝水的空间 就非常不好 这个车只有一个背架 在这里 还有一个备用背架 在这里 基本上就没办法用啊 因为老外 他不喝水 不喝保温杯 不过像门板上的话 他还是可以放个 一到两瓶水的 好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这个车 前排是我正常坐的距离啊 正常开车啊 不要再质疑我 把这个座位又往前挪了 坐紧了 这个空间呢 就不是几成一个特别大的卖点了 像前排是我正常开车的距离 我现在坐好 一二 将近三拳的左右的距离 它的腿部空间 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缺点 但是它的横向空间还是不错的 这个车还算比较宽的 宽的同时又有个不好的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大鼓包对吧 这个大鼓包呢 本来如果说你有传动轴的车型 有鼓包是没办法 但是你这个车是电动车 也怪不了它吧 因为这个车呢 是基于WOWER XZ40的底盘 去坐这款车 其实也是一个 有改变的车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扶手 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如果你的车 看车里面宽或不宽 我说的是横向空间 去看它的扶手设计 它的扶手设计 如果是横向设计 两个 那这个车内宽度还是不错的 如果它是纵向设计的 前后背架 那这个车一定不会特别宽 里面 它的扶手设计能给你设计那么宽了 它一定 有这个道理的 是吧 你坐在这 我们两边 如果那边有个人坐 手放在这 都正常坐 我们的手 肩是碰不到的 所以说车内的宽度空间 表现的还是不错 但是这个长度空间就一般了 特别有这个 鼓起的地方 像后排的 它给你两个出风口 这个出风口手不手细 我的配件一模一样 这边有两个 USB的接口 都是Top C 然后这个 有座椅加热的开关 后排两个座椅加热 像这个车 它现在全系 全部的车型上的 USB接口 全部都是Top C的 已经没有那个USB 2.0 3.0 那个接口了 然后看到没有 我也没办法弄了一个 这个天幕 天幕的这个 这辆链 太热了 实在受不了 好 我们现在坐到这台车上面了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台车是怎么启动 你只要坐上来 踩住刹车 挂上挡 OK 有很多人说电车跟 这个容易失控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电车容易失控 是你在燃油车的操作模式 跟电车之间 你自己没有去切换好 如果你开关电车 你像我现在 我开关电车了 我就喜欢用单踏板模式 开电车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这个动能回收 也会非常的充分 但是我拿这个模式 我再去开燃油车 不好意思 燃油车就 就不是那么好开了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 如果把这个踏板 油门踏板松掉 很强烈的这个动能回收 这个车有一点优势 你在动能回收的同时 车辆是不是减速了 相当于踩刹车是不是 它的后尾灯也是会亮的 所以给到后方的车辆 告诉你这个车 也是在减速 像很多车 它没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它开发工程师 在去做这个车的开发手 它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是它的细节一个体现 正常我就把动能回收打开 然后它车自己停下来 由于我中午在车里面睡了个觉 看到没有 空调是高电号的空调 然后速度还有驾驶风格 都是低电号 续航表示 上面还能开 51%的电 然后还可以 开230公里 这是表显 然后实际它预估 按照我之前的这个 用电功率的话 还能开200公里时表 这个车我目前 我们实际驾驶下来 如果充满电 我这是450公里续航的 如果充满电 可以一口气跑 360到370公里高速 平均时速大概在 110到100左右 如果你是485公里 单电机的 那个会比较省电 标485 我估计 开个423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说这台车的续航 还是非常好的 续航能够达到 大概80%左右 我们具体算过 在夏天 这个非常炎热的时候 开车从外地回到苏州 没问题 但是就不知道 它的这个冬天 使用效率怎么样 像我刚刚介绍的 那台单电机 配豪华套件的 豪华套件里面 有一个热泵 如果在冬天 使用热泵加热的话 给空调做加热 那你这个车就会 比较省电了 续航又会比较长 但我这台车 不好意思 没有热奔 所以我就担心 它冬天会不会续航 打折 会比较大的折扣 因为还没有到冬天 还没有去试 等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冬季 续航的测试 就一目了然了 然后我也不想 现在去表现 这台车加速多厉害的 百公里4.7秒 实测 百公里是4.5秒 你自己想吧 路上有几台车 会比这台车更厉害 关键是沃尔沃的做工 而且它操控 会非常的棒 虽然说 它的续航不是特别多 像什么比亚迪 像特斯拉 有那种超长续航 能达到可能 五六百公里以上 我这台可能实际跑 也就300多 400不到 是吧 但是 我觉得它是我 一个代步的 一个好车 平常我上下班 代代步去市里面 跑的不多 周边开一开 那我用这台车非常好 它的这个体积不够大 然后掉头啊 各方面会比较舒服 好用 我如果需要长途旅行的话 那我就开我的tureo 大概加满一小油 你能跑个八九百公里 那不就够了吗 没有 最完美的车 只有适合你的车 就像接下来 许多家庭一样 以后我们用车的用途啊 就会不一样了 上班代步是一种车型 对吧 如果你长途旅行 那又是另外一种车型 所以说 干什么事用什么车啊 我这个就是上班代步的 我觉得它够了足够了 这个价位上 我能接受它 如果我是 如果我家里只有一台车 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 不好意思 我首先不会考虑电车 因为电车的这个续航 各方面它摆在这里 你没有办法功课 现在没有一台完美的电车啊 我就会选择一台油车 可能我这个年纪啊 家里有小孩啦 有家庭啦 那一台商务车 对于我来说是最佳全面的 还有一个车这个缺点 太硬 特别特别硬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POLSTAR极星 是本身就是源自于 沃尔沃一个性能车部门 坐的车都是非常性能 非常有操控感的车 所以它现在来坐这台车的话 避震特别硬 操控很好 非常年轻 这就是我们这期 对这个极星的一个小解说 可能不够全面啊 我们在以后慢慢的用车 这个途中 我们会把它细分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 想看极星更多的东西 请关注我们 好不好 你看 好轻啊 好轻 好 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拜拜